好 为了让每一粒的西瓜有足够的养分来长大成熟 结果实需要靠人工蔬果 每株西瓜就只能独留一粒果实 而被采下的小西瓜棉 农家觉得丢掉可惜 特别是取来腌制存放 这酸香的滋味 受风向农会再度研发新的制作方式 让农会的家政班婆婆妈妈一起来推广 将蔬果采下的西瓜棉 用盐腌制削皮切块做成西瓜棉 腌好的西瓜棉像是美味酱菜般 有自然发酵的酸味 特别适合煮鱼汤炒蛋等各种料理 受风向农会研发的第二年 也推出了各式食谱料理 在西瓜的生产过程当中 会有我们这个小西瓜的产生 那小西瓜原来的这个瓜农 都把它当作是废弃物丢掉 我觉得很可惜 那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小西瓜 再把它变成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的农产品 那透过我们的这个腌制加工 把它变成是一个 可以跟我们的一些菜色 可以搭配的一个料理 这个商品的多样化 我们可能这一两年会再做一些调整 那也希望有一些老师来教导我们 把这个西瓜棉的这个用途 还有我们西瓜棉可以创造出不同的这个口感跟风味 至今流传好几代腌制西瓜棉 仍是西部民众的最爱 寿风香农会也邀请到知名主厨叶志龙 以12种的料理食谱 制作成QR Code贴在包装袋上 让购买的民众轻松就能够制作出好的料理 西瓜棉的部分它是腌制品 那其实它本身的一个甘甜味是我们主要饮用的东西 那我们这一次的料理里面 分别用了可能有泰式的 有西式的有中式的元素 然后把它的那个甘甜度的部分萃取出来 那主要部分我们这一次的部分有酱汁的部分 那也有当作陪秤的部分 那也有当作腌制的部分 所以原则上就是用西瓜棉的那个甘甜度 去做一点设定这样子 把它的设定做成最基础的话 其实它本身煮汤是一个很好释放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家里不管你要煮鱼汤 或者是鸡汤或者是排骨汤等等的 其实用最简单的方式它也可以呈现很好的味道 今年则是以真空包装来制作 为了方便购买者了解制作料理的方式 也随带附上QR Code 让沿海的好滋味 也能够让东部的民众品尝享用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导 继续 感谢观看